哈囉 你好 好 奶油蔬菜雞肉跟剛被結束的五分 沒問題嗎 送到謝謝 掰掰 我們裡面來了 哇 終於來了 謝謝 是什麼樣的美味讓台中市民們 每到週五就忍不住打電話 還會預約外送服務呢 因為它的麵是手工做得很Q 然後我覺得很道地 最重要的是它平日中午就19塊 又有附麵包跟湯 所以很划算 這一間開在台中市每次路上的 義大利麵店 為了對抗不景氣 平日中午將原價近200元的義大利麵 推出每週一款特價99塊錢 還加送麵包和湯超值享受 讓老外也忍不住來報導好幾回呢 這個餅乾是很棒的 非常棒的 它是在意大利上的 甚至像在意大利上 甚至的餅乾 非常美味 和好香菜 和蔬菜 很棒 很棒 來這裡 做服務 非常棒 好幾次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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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歲的主廚 吳志全說 義大利麵要好吃 手工改麵條是關鍵 先將雞蛋麵團切成六塊 連斬成厚度幾0.2公分 才切成0.5公分寬 在滾水中加少許的鹽和油 防止麵條在滑過程結成一塊 撈起透的麵淋油 接下來用電風扇 來撈透剛煮好的麵條 麵條我們煮完之後 它本身有自我收成的作用 所以你要儘快降低它的溫度 避免它太過熟之後變得太軟 所以它焦點就不見了 有好吃的麵條 接下來要煮醬汁囉 好吃的一大利麵 一定要一盤一盤現點現煮 先將洋蔥和三毛爆香 將雞肉和蘑菇炒得翻熟 加點白酒去腥 再加點雞骨高湯和鮮奶油 燜上一分鐘 其實我們最主要燜的目的 是要讓我們的食材更生命 因為它會不熟 所以我們就是用燜的時 那個好像是把它用手的樣子 最後在下面還有個調味料 大火翻炒一下 裝在盤上 撒上起司粉和華西里 奶香四夷的奶油雞肉蘑菇麵 完成囉 就是奶油還蠻濃厚 可是很清爽 不會讓你吃起來很膩 還蠻好吃的 喜歡吃茄汁口味的人 推薦可以點這裡的 干貝茄汁義大利麵 這裡的干貝Q彈十分有嚼勁 茄汁入味又不膩 回點率高達九成 其實我不喜歡吃海鮮 但是它這個干貝給我感覺 沒有那種海鮮的細味 然後有那種甜點 那種脆脆的感覺 然後配合它的醬汁跟麵 搭起來是有那種口感 想來點不一樣的 還可以試試這一盤 韓式泡菜嫩雞麵 一樣先爆香洋蔥蒜末 開大火將雞肉炒到表面金黃 加點酒讓火冒起 再加幾個高湯和韓國泡菜 分一分鐘後入味 起鍋前加鹽和百分平味 最後再和麵條一起大火快炒 辣中帶三的海鮮義大利麵 讓吃過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一點因為我之前很喜歡吃泡菜 那時候我就看說 怎麼有西式跟韓式的湖在一起 對我想蠻特別 那我剛剛吃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泡菜是不是都是自己煙的 就是老闆有跟我講過這樣子 對外就是酸酸的 不會像說有時候我們在外面吃 就它煙的太爛了這樣子 還有青醬口味的義大利麵 也是這裡的人氣商品喔 因為這裡的青醬口味比較柔順 少的心味 大人小孩都愛吃 青醬的那個味道很濃郁 然後那個雞肉非常的嫩 然後整體吃起來非常的美味 你覺得它跟外面一般的青醬麵 差在哪裡 差在 就是它的味道還蠻濃的 比較濃一點 除了99塊錢的超值義大利麵泡餐 這裡還有全台中唯一的 焦糖蘋果薄餅披薩 除了是罕見的甜口味披薩外 到底有多薄呢 和市面上的比較 厚度只有0.2公分不到 你咬下去保住金色劍 清脆的聲響 而且麵皮堅持使用全麥麵糰 將其焦固 乾脆十分的大小問題 開頭是要朝邊緣 將氣打出來 那個麵皮到烤箱之後 麵皮這裡面都會有空氣嘛 那遇到熱的時候它就會膨脹 那你在麵皮的周圍敲動的時候 就讓空氣跑出來 它就不會膨脹太厲害 就原來如此 將澳洲進口一支起司 鋪滿冰皮 撒上砂糖 擺滿一片片 日本富士蘋果切片 近240度烤箱烤5分鐘 切成8等分後 最後淋上焦糖 肉桂粉和杏仁片 就可以送入口中囉 吃起來就是會吃到 蘋果的脆的 甜脆的那種口感 這樣子 然後它的皮是 我們一般吃不到的 很脆的皮 因為只要99塊錢 就能吃到 純手工又美味的 義大利麵套餐 生意更在附近其中 力士成長